美国核动力航母卡尔文森号和列根号两个航母战斗群 本月初与日本海上滋味队一起在日本海展开联合演习 8日当美国航舰离开日本海后 朝鲜发射了数枚的反舰飞弹 用意令人玩味 台湾师范大学大陆研究中心主任范世平认为 不过度计划美国又彰显朝鲜军事实力的做法 意味着朝鲜想要与美国保持着一个可以对话的空间 全球防卫杂志资深编辑宋玉宁说 朝鲜试射导弹大家已经习以为常 而且反舰飞弹的射程较短 只有100公里左右 对于距离相当远的美舰不具危险性 因此这次各国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反应 宋玉宁研判朝鲜这次发射反舰飞弹的目的 我想它应该是也有一部分的 用意是在于说 我不是完全受中国控制 或者是来讲就是说 可能是你 中国好像也在顺应美国的需求 对北韩有一些管制 那我觉得也是一种 某种程度也许是一个抗议 就是抗议说 为什么中国你本来是最挺我的 那怎么会好像也跟着美国的脚步在走 朝鲜跟美国之间是否建立直接的沟通管道 未来值得关注 但可以确定的是 现在美国双航母已经远离日本海 也代表美国对朝鲜的这波军事威慑已经结束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苗秋菊台北报道